曹操大宴群臣 酒过三巡后 他便命人端些田瓜来结酒 当一名士妾低头捧盘上殿时 曹操问道 瓜鼠否 士妾随口回道 急熟 不曾想曹操突然发怒 当场命人拉出去斩了 但却无人感应 只有一个平日聪明的美人 整装上前 端着月盘自信进殿 曹操依旧问道 瓜鼠否 他端装回道 不声 可曹操依旧大怒在斩 而蓝香也看出了猫腻手带 他便琴盘齐眉而尽 当曹操问他 瓜位如何 蓝香轻起诸存 甚甜 听完啊 曹操露出了笑颜 却又命武士 曹操呢 则哄堂大笑 起身解释道 前两位士妾 诗仪诗叹 不足为止 回话更是一个银河 其余该斩 而蓝香的确聪慧 静瓜高举棋盘 回话结合五星翼 其会也该斩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